第1573集 真是极品啊 吴修申激昂的说道 请真兄放120个心 咱们紫霞城这地界 什么都可能缺 就是不缺赶赌之人 至于灵兽方面 更可安心 真兄 你就放心大胆的 用你的大猫虎 续写不败神话吧 是啊是啊 赢固然要赢的痛快 输却也要输的潇洒 哈哈哈哈 楚洋哈哈大笑 大家既然都这么有兴致 我也就爽快点 到明天 连今日赢的连本带利 我就赌这三千枚紫霞币 我都拿出来耍 谁跟我赌都可以 这笔钱对我不算什么 却担心你们一时间 仇措不及 趁这会儿赶紧去准备准备吧 哈哈哈哈 赢就赢个大的 输呢 也要输个痛快 一点一点的 实在是不过瘾啊 众人再度发出一阵 惊天的欢呼 然而欢呼之后 却也有百分之九十的人 皱起了眉头 哀声叹气 三千紫霞币 在真大官人口中 不算什么的这个数字 却绝对不是什么人都拿得出来的 最起码现在这个斗收场里头 能够出得起这笔财富的 也只有三大家族而已 金家 吴家 李家 这三个在紫霞城举足轻重的家族 然而就算这三家 真正想要拿出这笔钱来 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尤其是金家 今天可是才输出去 两千六百枚紫霞币啊 即使是折算了 其他人赌输的赌金 亏空也还将近 一千八百个紫霞币 再要一口气拿出 三千个紫霞币来 赢了 还好说 倘若输了 直接就是伤筋动骨 甚至可能导致家族实力 大幅度滑落 可是 看着真有才身边里头 温顺的大猫虎 再联想到他在比赛中 窝尿的表现 还有那毫无结尾的架势 这三家能够拿出足够赌资的人 都是眼中冒光 紧紧地盯住了 大猫虎 赌还是不赌 拿出十分之一的家产 去搏这一铺 究竟值不值呢 还有另外一点 究竟有没有把握 越想众人越是心中火热 就连已经输了一局的金武公子 与输了大赌局的金三爷 刚才还在垂头丧气 这会儿也是两眼目光灼灼 果然是好大的诱惑 赢了这头废物 那就是三千紫霞臂 要是输了呢 也不是没有人心中这么想过 可是看看大猫虎 心中已然自己否决 面对这么一头野兽 怎么可能输呢 金家输了 那是运气不好 这种事情发生一次 已经是奇迹 已经是极限了 怎么可能再有第二次 楚阳志德一满 大笑着回到包厢 那两个侍女 恭敬万分的站立 这会儿 屋子里边 那种味道 已经是荡然无存 很是清爽 楚阳呵呵一笑 随手一抓 将一百个紫云币 放在桌上 我脚臭啊 难为你们能够忍受下来 全无怨言 嘿嘿 这些钱呢 每人五十个分了吧 两女顿时一正 不是因为打赏太少而不满 而是因为太多而震撼 一枚紫云币 那就相当于一万水云币 每人五十个 那就是整整五十万小费啊 他们在这干活 每个月所得 也不过只有三十几枚紫云币而已 再加上十有十无的赏赐 最多也就是一个月 拿到八九十枚紫云币 当然这种收入 在紫霞城中 已经算得上是中等收入 然而这份中等收入全部加起来 却还是不够一个紫云币 这位真有才真大观人 随手一个打赏 就是五十个紫云币 这笔钱 那可是相当于两女辛辛苦苦 干六年的所有收入的总和 这 这实在太多了 出乎楚阳的预料 两个女孩虽然欣喜若狂 但最终却犹豫地表示了婉拒 不管真有才有多少钱 但这些钱的赏赐 对两个女孩子来说 却实在是太多了 已经多到足以令她们惶恐的地步 甚至有些惊恐地想着 这位真有才 不会是看上我们的美色了吧 这个 我们虽然是穷人家儿女 但也绝不能被她 这么 那么 哼 楚阳看出两个姿色 还有些俏丽的小丫头的心思 不由得哑然失笑 哈哈哈哈 放心放心 我家有娇妻的 而且我还非常拒内的 就算心里对你们有企图 也不敢有动作的 放心收着吧 说完 一阵大笑 转身扬长而去 有钱改善一下家用吧 小姑娘家 也要为自己打算一下啊 哈哈哈哈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三w.cxp8.com 两个小丫头 面红耳赤 相互看了一眼 终于红着脸 将钱收起来 虽然还感觉到 受之有愧 但是 艰辛的家庭 劳累的父母 病重的爷爷 等着钱上学的 小弟弟 都是如此的需要钱啊 钱虽然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 却是万万不能的 这位真有才真奇怪 别人若是聚内 都不好意思说 可他却说得如此自然 见过的爆发户多了 还真就没见过这样的 现在看这位的样子 架势 怎么就那么顺眼呢 脚抽点算啥 还不是男人味吗 就这种人该发了大财 老天爷总算是开了眼了 楚阳 事事然走了出去 两个小丫头啊 楚阳心中一笑 这两个小丫头 很明显 是在这工作不是很久 还留有几分 女儿家的质朴 以及那股子 纯纯的可爱 而且 两个丫头 穿的虽然是 制式的工作白衣 可有些地方 也露出了 内衣的边角 有些磨损 但却是十分的干净 而且 两个小丫头 眉风聚而不散 两尺绷直 脸色红润 腮边还有绒毛 这些都表明 他们还都是处子 这些差别 两世为人的楚阳 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在这样的地方工作 还能保持自身的冰清郁节 而且家庭还不是很富有 这种姑娘 自有自己的坚持和尊严 值得给予一定的帮助 楚阳虽然并不是那种 有点前就胡乱挥霍的人 可对于自尊自爱之人 还是不介意帮上一把 走出来的时候 楚阳分明能感觉到 有很多很多人的视线 都停留在自己身上 目光异常的火热 大猫虎 虎哥则对此完全不屑一顾 喉咙里头呼噜呼噜的 竟是还没从刚才的爽快中 回转过来 转了个弯 在虎哥的强悍灵石下 屏蔽了所有的跟踪者 然后 真大观人恢复了本来面貌 变回了偏偏着视家公子的样子 怀抱一只拳头大小的小猫 实实然的走了出来 猥琐嚣张的真有才 平庸懦弱的大猫虎 风神俊朗的家公子 可爱到爆的小猫猫 如此鲜明的对比 任谁都是想不到的 这位怀抱着可爱的猫咪 兴目见眉 淡看天下的少年公子 居然会是那个 嚣张粗鄙 满口慧言的爆发户真有才 虎哥今儿怎么样啊 爽 真爽啊 虎哥的声音在 楚阳的心中确热的响起 其实 我最喜欢扮猪吃老虎了 这种装逼的快感 让我陶醉 我很希望能够多打几场 好好的爽上几次 楚阳一阵无语 要是换作其他的 如同虎哥同一层次的灵兽 甚至还不如虎哥的灵兽 遇到这种情况 只怕也会是感觉到受到了侮辱 以我的能量 居然还要跟这些小家伙比斗 甚至还得故意伪装 假装不行什么的 你这不是糟惊我吗 可是楚阳怎么也没想到 虎哥居然全然没有那种 所谓的强者觉悟 这让楚阳很有些奇怪 您就没感觉 这么做自己掉了身家 其实楚阳问了这个问题 就后悔了 人家都觉得爽了 人家都没介意 你非得自己挑破那层窗户纸 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吗 你说万一某虎突然感觉到不对劲 撂挑子不干了 你上哪哭去啊 全盘大计就此崩溃 不料 你小子懂什么 虎哥翻了翻白眼 神气活现的说道 原本我那位恩人 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 用强大的自己故作弱小 然后将弱小的敌人尽情的戏弄 让敌人在郁闷和憋屈中 无知的死去 直到死去的最后一刻 还认为自己会胜 只是不小心 没留神 那简直就是一种 大热天吃冰块的玉铁感 舒坦 或者很久之后 才让人知道真相 我作为恩人亲手拯救的玄兽 我自然是要贯彻 恩人那种英明神武的行事方法 就让我以强大的实力 尽情的欺负弱小吧 尽情的装吧 我不在意 真的不在意 什么尊严 什么侮辱 哪里能赶得上 心中那种无言的爽啊 世俗的一切 如何沾染我纯净无暇的英明 让这种决斗 多来几场吧 虎哥大放厥词 楚阳险些没晕过去 你妹的 你那位恩人 到底是什么样一位奇葩呀 这种事情 居然能够让一位玄兽 都习以为常了 造孽呀 其实你都不知道 我历来战斗无数 都是很习惯采用这种方式的 虎哥很得意的说道 我已经历经数万次战斗 每次的对手 都是在憋屈和悲愤中 在不可置信中死去的 爽 就是一个字 爽 虎哥大吼一声 随后就是喵喵大笑 楚阳抬手扶着额头 彻底无语 虎哥却仍然在楚阳的心中 喋喋不休 向楚阳 隶属他往昔的无数的 丰功伪计 有一次 我遇到一头蛟龙 那蛟龙的实力相当不错 几乎有我当时的三成实力 我先是求告饶命 那货得意洋洋 只高弃洋之际 我上去就是一拳 那货被当场打倒 满脸的不可置信 到后来 我一脚踢飞了他 那次我就觉得很爽 还有一次 我遇到了 还有 楚阳急步而走 冲而不闻 实在是 太坏了 居然能把一头玄兽 调教成如此猥琐 可以想象一下 那位恩人 该是如何的极品了吧 真他妈的邪啊 楚阳有种感叹 对呀 对呀 虎哥极度兴奋 恩人的名字 就有一个邪字 好像叫 千万不要邪 楚阳一个亮抢 险些一根头栽在地上 千万不要邪 这啥名字这是 再说了 既然都千万不要邪了 怎么还偏偏邪门 到这种地步啊 这简直就是 整个宇宙都无语了 走出不远 前面再一拐弯 就到南人堂了 楚神医不由得 加快了步伐 然而就在此时 意外再生 突然自背后 马蹄之声骤然响动 声势赫赫 又如滚雷一般传来 第1573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